这是中国的火箭发射 这是美国的火箭发射 这是俄罗斯的火箭发射 这个是日本的火箭发射 看到区别了吗 跟前三个都是把火箭垂直着射出去 不同日本人发射火箭 是斜着射出去的 为什么 其实所有火箭在升到一定高度后 都是会改变角度的 它们一般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是滚转 一个是转弯 滚转的目的是 把自己的正面调整来对准轨道 你可以这样来理解 由于发射场的方位都是固定的 所以每次火箭从这里出去时 肚子和后背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可是要去的轨道 它并不是都一样 于是它们之间就有了一个夹角 滚转就是在消除夹角了 你看航天飞机滚转起来 就非常的明显 当然也有例外 俄罗斯的发射台是可以旋转的 所以它们在每次发射前 都是可以把火箭转正摆好角度之后 才上天的 后面就不用再滚转了 好 另一个就是转弯了 我们一般称之为程序转弯 国外一般叫做重力转弯 其实确实是在利用重力 此时火箭会从垂直向上的姿态趴下来 把自己转到一个跟地面较为水平的角度上 斜着飞行 从而节约火箭燃料 你看 一滚一趴 将两个动作分解完成 简化了操控的复杂程度 也就增加了成功的概率 那为什么日本的火箭不这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啊 源于历史 二战之后 日本宪法明确规定不得发展出自卫以外的进攻性武器 这里面当然就包含了弹道导弹嘛 而火箭 它不就是个披着马甲的弹道导弹吗 日本既想要发展火箭 又要避免它成为弹道导弹 怎么办 那就回到自宫呗 把火箭里面的制导设备全部拿掉 只在最上面一级入轨时非要用到的情况下 最小限度的做了保留 才避开了宪法的限制 可是这样一来 我们前面说到的滚转和转弯 它就都完不成了 因为那些都必须要有制导才行 所以日本人干脆这样 一开始就把抛物轨道的角度给算好 直接斜着射出去 利用尾期来稳定飞行 在精确的时间点和精确的位置 完成一系列分离自选点火的动作 最终还真的就把载荷送上了轨道 也成功的让自己挤身全球 第四个能够用自己的火箭 发射自己的卫星上天的国家 还是相当厉害的